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电影,可是在这些电影中,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功夫电影,像李小龙和成龙的功夫电影影前。 看的时候有刺激,又有中国特色,真是好看极了。 据说,功夫这个词就是李小龙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发明的。 也是因为李小龙的功夫篇,功夫才可以传到全世界受到人们的欢迎,也嫌弃人们的疯狂。 可是功夫是怎么来的? 有一种说法,就是有一些老和尚,他们在念经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他们就觉得无聊。 所以他们决定在这些无聊的时候,就模仿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动作。 他们发现了这样,可以锻炼身体,也可以使精神更好。 所以,他们就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功夫。 还有一种说法,就是三国时期的一位医生华佗。 他发现了麻药以后,也发明了一种锻炼身体的方法,就是模仿动物的动作。 这后来就变成了功夫的来源。 在中国里有很多功夫学校,很多人们就是从小练起到功夫。 功夫对他们不仅是一个锻炼方法,也是一种锻炼。 因此,我们的观察 Ihr足的此刻,也发现了一个联系的老虎说法, 如果我们的不仅是一个联系的人,我们会学习法律